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三十年来台商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建设 解决中国虚许多多的问题经济发展 要中国大陆要善待台湾 我先提一点 就是说这些台商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不是都被你们视为台奸吗 现在突然说要以这些台商 然后作为中国大陆要善待台湾的主要原因 但是赖金德怎么会突然冒出了一个对中国大陆那么柔软姿态 这样子的一个话 我觉得这比投降还要来的夸张 奉奉今天讲这个话让人家感触真的很多 就是说你今天你是在消费台商吗 对对对对对 第一个坦白讲如果台商 台商呢在借级用人的框架下面 台商其实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 是你千万不要表现出一副就说我们都全力的鼓励台商 配合台商到大陆去发展 这种话你讲的出口吗 当然不是这样 因为当初台商都是要辗转才能到中国大陆去投资 是不能够直接投资的 尤其在疫情期间的小名 对台商就是大名 对不管你们对小名对对大名 你还记得你们在当时的嘴脸吗 就是这种的这种的嘴脸 甚至于呢连开放不在极投票的理由不就是因为不相信这些台商吗 台商的这么希望他们能够有投票权 不在极投票吗对他们很方便或者他们回来之后可以Early vote 大家都做了很多的弹性 请问当你对台商毫无信任 平常臭他们消费他们给他们贴标签 这个时候呢用这种塞奈的口吻呢把台商呢当作是去呢去去夹夹夹北京夹老共觉得呢你应该要善待台湾 他会善待台湾但他不会善待台 我我我我觉得你作为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的候选人 讲话不要更恶心了因为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把台湾跟台独绑在一起用台湾去包装台台独要善待台湾 就现在大家在在在谈的当我要开始对台湾进行贸易壁垒调调查的时候是不善待台湾吗 在过去大陆的什么东西都不可以进来 观光客不要 录资我不要老实讲连陆配都不要你连陆配都挡啊陆生也一样啊陆生你说我没有挡啊后来他们就不来很抱歉陆生在台湾毕了业是不能够工作的 陆生在台湾是受到很多限制连全民健保都不给他的请问是哪一件事情不是民进党干的 那没有错了两岸两岸之间 包括了最最近的习近平的再见冯冯冯德莱恩的就是任何外力想要介入到台湾问题的是痴心妄想没有错大陆方面的人人人心他的历史使命是这样 但是如果因为这样你要就回回推认为大陆没有善待台湾那也太离谱了 否则的话请问一下现在贸易壁垒调查你为什么会那么担心 是那相反的就是当礼拜天的你听到赖清德讲这话说我就是很恶心 我如果从北京的角度来来讲你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贸易壁垒调查不要做了是吗 请问我已经忍了忍了十几二十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基本上面都是片面让利 而且让的你们都很习惯了只要稍微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你还到过头来要告我 觉得原来让你的利品什么不给你了 但是今天当我说我要用进行贸易壁垒调查的时候 两千四百五十五这样的贸易壁垒调查的时候你不是应该很高兴大家的对等吗 所有在谈到两岸的时候呢民进党的都坚着坚持要对等尊严我也同意呀 所以我过去对大陆的就我很替他们很很不平 我说这哪有对的对等的 片面让利被你羞辱你要怎么骂都可以 这个时候拿台台商当挡箭牌太不要脸你舔共就舔吧你何必舔共还要拿台商的当借口 所以用台商去包装台湾再用台湾去包装台独 本来就就是这样这是民的民进党的标准话术啊 然后我们其实想要追求的是对等真言 嗯他要求的是你对我好一点是就是不对等的 我比较谁的谁的膝盖比较软是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可可是你还是要继续送花送送送水果送礼物这我是要的可是我们要跟你在一起哦那那大陆的思维就相反你你会说那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这个我能能能理解 我说但是当你是这个想法之后你就不要讲出这么恶心的话没错 我能不能也不想跟他在一起